国总统选战白热化 外界关注两党政策 而美国的选情也牵动台股 民主党贺锦丽主张绿能 绿电领域 共和党川普责重军工金融等等 相关概念股都可能受惠 至于哪些个股可以考虑布局 一起来看专家的分析 美国总统大选辩论登场 民主党贺锦丽狂出击 把川普逼到发怒 两党针锋相对 全民目光也聚焦政策 如果贺锦丽当选相关概念股趋势 同样可能往上有望带动绿能 半导体电动车等概念股 但在传产制药食品石化 以及金融股等领域就比较不利 但若川普当选 在军工及石化产业等领域 都有机会受惠 反观对再生能源及电动车 就比较不利 而若选情翻转 胎股空也面临利空打击 从川普的言论可以理解 他比较不友台 对台积电 还有台湾半导体产业的一个歧视 唯一的变数是 到底川普会不会真的去增加关税 通膨的话 也不见得对科技股有利 如今两党不论谁当选 都会拉高国防预算 军工股部分 中长期走势皆被看好 川普也开出支票 主张减税刺激经济 不过同时喊出提高关税 空引发美国通膨 全球经济跟着震荡 科技也空也面临更严格限制 在以台积电为首的AI族群 带动下台股12号收盘 大涨622点 来到史上第四大涨点 美国选战期间 9月10月前动台股 下周降息呼声高 联准会也扮演最大关键角色 双方面的这个主张应该都是针对于 半劳力产业跟美国制造 AI这个领域当中可能在后续 不管是谁上 可能都还是有一些产业趋势 选战胶着拉扯 市场观望气息更加浓厚 专家表示若美国经济没有硬着陆 选举过后股市仍能走回多头趋势 记者李晴陈萱台北报道